的确最大的限制其实就是钱 就是 在马来西亚我觉得 你活得久有经验那边 自动会 会跑去帮制作组考量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新奇的就是 RTM它就是政府国营电视台 它的目标就是我们推崇 现在政府的一个政策 比如说 最近政府不是说要进那个 水潮就吸管吗 所以电视机是不能有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彬彦 欢迎大家收看 彬彬有礼 OK 那今天呢我就访问到了一个本地 著名的编剧 然后呢它很厉害 它不只是一个编剧 该也是一个演员 又是一个画家 你看 随手就可以找到它的画 它的很有艺术气息的 这个而且很有肝 你看 大家看到这个今天的受访的背景 也是非常有艺术家性格的 他就是 汪一鸣 你终于介绍了我名字 讲一下什么 OK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男人 汪一鸣 汪一鸣 OK 这样子 为什么你会 就是想要从事编剧 我从小 我从小就有个习惯就是 看完一些 不管是卡通 或电视机都好 我就会 自己改编 然后自己可能在那边走 脑中会自己不断的 脑土一些画面 对 那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 原来是想走编剧这条路的 然后知道 可能知道了 中士 那时候就看到 香港一个漫画家叫 马隆成 就看到他的一些履历 就说他14岁就立志要当 编剧 不 他当漫画家 当漫画家 我想 一个14岁的小孩子 已经知道自己未来的梦想什么 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想 诶我未来到底 认真想未来到底要想做什么 我就设定了四个 未来想要 发展的职业 第一个就是小作家 第二个是编剧 第三个导演 第四个是漫画家 那时候我就以这四个方向 作为目标 其实我刚出来的时候 也不是直接做编剧 那时候我是 刚出来的时候 就为了 混糊口 我就找了个 简介 但是我心中的编剧梦还是存在 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 我最高的分数还是编剧 而且是全班最高 就是几分 这样子你觉得 怎样是一个好的剧本呢 界定一个好的剧本呢 它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标准 比如说 你人物设计要怎么样 好不好 然后你对白设计要怎么样 对白讲出来 舒不舒服 然后甚至有些是 没有对白也可以拿奖 就是它以另外一个 考量的方式 就 虽然没有对白 可是我看到那个人物 它的东西能够打动我心 所以我说它的标准 你不能以一个标准 所以最关键是什么呢 因为好像你是学校老师嘛 你也曾经教过编剧 这样子 一学生一定会问你嘛 老师我要怎样写个好剧本 你会怎么打他 有些老师可能会告诉你 你要体验生活 要体验不同生活 然后你才会有 才能创作不同的剧本 然后我觉得 你不一定是要体验 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是靠想象力去写的 就是如果你今天 我的灵感来自 我的灵感来自厕所 这样如果你是 你是不要 我在厕所上就有很多灵感 这样我就让你去蹲厕所就好 我不会让你去外面体验 因为那个可能是另外一个老师的 或者它另外一个方式 其实你平常在创作剧本的时候 你都是怎样的呢 假设啦 写一个 犹豫症呢 你会不会 就一直蹲在家里 就是 搬犹豫一下 或者是今天是要写一个吸毒的 然后你就吸一下 会不会这样子 当然讲 我今天写犹豫症 我会看很多犹豫症的资料 然后真的会 会多多少少你的生活会因为 这个你要写这个角色的影响 但是你可能跟朋友吃饭 你不会去 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你还是正常的 就是你这样 你就可以切换 所以我觉得编剧有时候 它就是一个 选择性的人格分裂 哦 这样子你在写剧本的时候 你有没有考虑很多 就是你会考虑的 马来西亚能拍吗 这个导演能拍得出来吗 像好像那种 Marvel啊 戏啊 你会写吗 肯定不会写 因为真的这个Marvel这个东西 真的你要这个是现实 现实的东西 写不到 因为真的 马来西亚没有这种 资金和那个东西 你当然如果你要 退化版的 退化 简化版呢 是可以去穿作 我会喜欢这种 英雄类的题材 嗯 真的如果你知道我写一个 Marvel 我知道我后面的公司很有钱 就是好莱坞之类的 这样我才会去写 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去 就是你们写的剧本 你们自己先filted了一轮 我不能写太大制作 可能 而我这一个剧本 我不能写一个万人空巷的场面 我只能办一个小型音乐会 就是可能那个做 那个主角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他不能 不能开演唱会 他是开一个音乐会 会不会这样子 的确的的确的 最大的限制其实就是钱 就是你可以这么 你可以很任性这么写 但是你写出来可能 啊最后也会被改 哈哈哈哈 就是大家会 可能监制那边会给你一个feedback 就是呃 哦不能这样子 你写个万人空巷我怎么拍 就 就大家读到那个纸巾都 就是在马来西亚我觉得呃 你活的久有经验的编剧 自动会 会跑去 帮 帮制作组考量 这样子 你创作了剧本这么久啊 有没有听过一些很糟糕的评语啊 就直接说 你写的很烂啊 或者是说你是copycat啊 当然我相信呃 批评是一定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会一直跟着 就是 就我不管你 我今天如果是上台拿了 拿最佳编剧讲 我就 之后也还会有人批评 因为 每个剧本它都有批评的空间 至于你说呃 抄袭 抄袭我的确遇过很多 很多这种情况 遇过很多人讲抄袭还是想 呃 对我觉得这个也难免 这个就好像他批评 基本上很难免 因为 我觉得很多很多场面有说是 它一定是这样子 比我今天写一场绑架戏 绑架戏 绑架戏当然可能 通常跑不到那里去就是 OK 这个人就抓三车子 然后怎么抓 然后这个怎么被引揪 这个剧情已经是大同小异 但是 有些人就说你这个在抄 超难 就是他可能看着都不行 他在联想到另外一部 系也有绑架情节 他会自动就绝你抄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不是抄袭 没有雷同 纯属巧 对 所以不过你问到 有抄袭这问题 我就想你怎么去界定 这个编剧抄不抄袭 我觉得很简单 你有没有用脑 你只要有用脑 去设计那个情节 你就问心无愧了 我们听说中国有很多那种 献鼓令啊 最近又听说什么献娘令啊 之类的 其实马来西亚电视 到底有没有一些 限制的 对题材的限制我倒觉得 就是一般的 跟中国人结局 就是太恐怖了 杀人的 太扭曲性格的 这个反社会的这些东西 RTM 它就是政府 国营电视台 它的目标就是 我们推崇 现在政府的一个政策 比如说 你不能太暴露啊 这些 尤其是如果你是 回教徒 喝酒这些 其实它不是回教徒 就还好 然后还有个比较新奇的 就是 最近政府不是说 要进那个 隋朝就西广嘛 嗯 所以所以电视机是不能有 政府说不可以这样 你在电视台上 我现在说不能 现在进烟在餐厅 所以剧本也不能 对对 可以啊 可以不可以就是 我写它造仇 然后警察抓 这个可能可以 这个可能可以 阿爹说不能暴露啊 可是我就写一个剧本 是那个女的很暴露 然后最后给人家骂阿爹 三巨龙 哈哈哈哈 剧情说需要 应该 你不能说无端端 就是没有理由 就是那个女的暴露 可是这没有 就是可以 最初来吃饭都这样子 他肯定他觉得 他觉得你没有理由 你只是卖弄那个暴露 他就觉得不可了 那你会不会就是很讨厌 就是 哎呀我写到明明很好 很有艺术的 或者是很有内涵的 突然间那个导演 拍到四部箱 会很难过 举一个例子 可能我是一个 服装立宅的 我已经设计了那个草稿 然后你把我改掉那个布料 把我改掉那个颜色 把我改这个款式 我当然会不开心阿 如果有这种情况 肯定会不开心 因为我明白了 但是我是在 创作期 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 就比如说 可能创作时 你必须跟 可能跟一些导演 或监制磨合 嗯 比如说我在 我要这个人跟踪这个人 然后那个 他们就 跟踪不好看的 跟踪很 就是因为他想像是跟踪 被跟踪 他怎么可能发现到 这样很白痴 可是我想像的画面 不是白痴 可是如果你 你认为那个画面 实际上是你自己的想象力 所以 他们已经给我这种讯息 之后 我大概就 原来 大家的思路是不同的 就在创作期 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 这样子你每次 跟这些人磨合 你不会觉得很辛苦吗 做变局 我觉得这个磨合 是一种 一种经验 对我来讲 我现在累积了很多 跟不同人磨合的一个经验 会不会磨掉了 你自己的一些 坚持跟特色 这个 这个是个生存的方式 目前的情况 如果你要不被磨 你可能就没有工作 所以磨是一种生存能力 工作 对我来讲 我现在 目前看中的是工作 慢慢你会觉得 怎么去建立你的地位 比如一开始说 本剧 本剧是不受看中 大家都觉得 你写 我可以随便改 到底怎么去 用你的作品 去跟人家 站稳来说 我就要这样 这个剧本 我比你懂 所以我可以是这样子 最后还有一个想问的就是 我觉得大家很关心 到底做编剧的这个 收入 到底去到 多好 多好啊 多少 多少 OK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饿死 但我知道这个回答你 一定不满意 对对对 我要需要更多 如果以一般跟三般的对比来 来做一个比 我觉得它算是好的 就比如说我用10天的工作天 嗯 大概可以赚到 比一般人月薪好 好 好一点点的情况 所以我工作暗下是 算是少 就可以拿到人家一般人月薪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可是你们最大的问题 这个是以电视剧的标准来算 以电视剧标准 如果没有接到电视剧呢 如果接到电影其实更好 啊接到电影更好 对对对对 这样子你会不会就是 随到就是可能 因为连续两三个月 刚好没有电视剧开拍 然后没有人早期先去拍 会不会这样 两三个月就 就没有 其实像我 我刚才讲的 我是什么都不挑 我以工 要工作为主 所以你什么 你什么都行 要怎么跟我磨合我 都会想办法 拿到这个东西来做 前阵子 有朋友 就是大概跟我聊过 我好像在这行都坚持了 大概10年 一个编剧男生 因为你没有工作 没有人压你的话 你做10年 都在这条路上 其实不容易 真的 我觉得坚持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没有人会告诉你 你这三个月 完全没有剧本 你不知道 未来发生什么情 可是我觉得 你要用坚持这个事 我发觉 我有没有在坚持 我只是刚刚好 因为你一直都有工作 所以不需要坚持 刚刚好 过得很好欸 我的情况是 饿不死 你最大的优势就是 你什么都不挑 我很有跟人家周旋的能力 很有跟人家周旋 然后磨合能力很好 所以 这种人很容易接到工作 因为我确实也有认识到 好像我有认识一个编曲的朋友 他跟我说他都很忙欸 他讲他身边的朋友编曲的 都没有什么工作 会满电啊 这样其实他的工作 因为我跟他合作 我就知道他的人 因为他的人就是那种超容易 就像你那种周旋的 就是我找他编曲喔 我改一个十次九次喔 他从来不会埋怨 然后他给你的工作 从来也不会拖 他说到做到的 他就跟你说 我就会一个礼拜内给的 的确我也不够拖 我在脱稿这方面 的确是没有不好的记录 如果人家给了你的试验 我就会真的会分配好我的进度表 好 这样子今天就非常感谢王一鸣 接受我的访问来播一个什么 开设这个冰冰有礼的这个节目 最大的希望呢 刚才闲聊的时候 有时候讲就是给更多不为人知 或者是比较少出现在镜头前面的人 给大家认识 所以我希望可能看了这个访谈过后 一些商家也好啊 一些老板也好啊 可能就是想拍戏的 就有机会认识到你 然后呢也给一些 可能读广播电视电影学系的 或者是读媒体 或者是喜欢创作朋友的一个参考 一个学习 一个模仿的对象 因为我觉得可以在一个职业 待上10年的 真的是很厉害 真的是要非常大的兴趣 和非常大的这个坚持 才可以一直活到现在 可能你刚刚开始从事编剧 那一两年很热血 我会觉得还好 但是如果你已经10年了 你都在做同一个东西 我就觉得特别厉害 所以呢它也是提醒到我 是一定要继续坚持自己的拍摄的东西 好非常感谢他接受我们的采访 然后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冰烟真冰烟 这样子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